我再從這個稀少性、消耗性、市場性來看,來看角度 因為那個地方沒有地 沒有了,真的沒有 你知道說在大安路上面 有一個老闆跟我講 他在十幾年前 他經過那塊地上,我看著那個地主 阿伯,要去廟廟嗎?沒有啦,我沒收錢 他就等,又等了一、二十年 結果碰到他了 阿伯廟,好啊,來買啊 你開多少? 利亞國啦,買 那個時候像裡面的土地,利亞國是超出行情的 他買下來,才有這棟房子出現 各位,250萬在當時候是高了 現在回頭看,他是便宜的 什麼叫做貴,什麼叫天價 我們講說現在創天價,你跟誰比? 你跟以前比做天價,對不對 你買個房子,現在買房子 然後過去買價錢跟現在比的話 他現在是創天價 所以真的是看地方 像我有朋友在東京 他說過去二十年,在東京買房子 每一年都是高價 對 我們,你比紐約,比香港 過去台灣是因為沒有開放 對 所以台灣沒有開放,很多資金是不停留的 所以只有島內而已 假設你開放這個 我跟你講一個餐廳 他賣一個高檔東西的時候 這邊旁邊來買的人都是低消費的 他買不起嘛 吃了什麼貴龍香買不起 我這餐廳開放 對外框裡面所有錢都可以來吃 就生意很好啦 為什麼?他都點最貴的 為什麼?我都有錢 所以當你是資金引進來的時候 這個資金草 要讓他有地方去啦 對,資金草沒有停止之前 對,房價要下是是不是很辛苦的 就是這樣嘛 你除非,你剛講說 停拍了就是覺得英明日最日 那幾個都要說 你講到大安區 現在有那個老公寓的那個 那個房東太太跟房東先生 看到這個91.5萬 心裡在想什麼 還好我去年 那小子叫我賣我沒賣 你懂了吧 對 就是這種心情啊 美人姐,我是那種 美人姐,我是那種 為什麼去年要我賣 我就把它賣掉了咧 欸 你去年賣掉了 對啊,就在那個 大陸啊 總統大學那裡 安和路那裡啊 啊 就一公共地下室啊 去年賣多少錢 去年賣多少錢 我去年賣掉是 總價是2500萬 幾坪 我記得合大概是 如果連地下室的話 大概是48坪 一坪是賣多少錢 一坪大概1500萬 對,差不多 而且連地下室啦 對不對 那這樣子算 到今年會再多一點嗎 應該會吧 我有很多房子都已經再多了 OK 然後我們要來看一下 今天還有人 建商已經超過郭台銘了 因為他的土地 對不對 欸 真是有錢耶 養地養那麼久耶 我們來看一下 大台北的建商養地其招 所以你經常會發現 我記得以前敦化南路 旁邊有一塊地 就在種菜 真的啊 以前連光富南路 華市那附近也都是種菜 道具 我說這個菜 買賣多少 所以就變成你要 像人家靈域靈亮 可以看那麼遠 他就是最明顯的 人家都說 你講到台灣首富 很多人都會想到 蔡家 郭台銘這些 但是其實 他就是點點吃三碗公飯 他30年前就開始 就是做買地的動作 那當然大家最熟知的 就是他在那個 就是信義計畫區 松壽路這一塊 就很多人講說他差期 然後大概每走5分鐘到8分鐘 你就會看到一塊地是他買的 這個部分不談 其實他還有一個傑作 就是在新莊的中正路 他那時候買的時候是農地 一瓶才幾百塊 結果後來一變更以後 那時候是幾年前 沒有 就30年前 他從民國70幾年 就是70年初的時候 他就開始買 他也願意放就對了 所以他就是一直默默的在從事 這樣子養地的動作 到現在資產加起來 比那些看得到的 所謂科技股的 其實還要厲害 所以我們可以從圖表上看到 比如說像內湖有開心菜園 舊中路的地方 對不對 開放350地 開放給協力廠商種菜 OK 近幾年 對 沒有他是說在一年內 他想要開發 但是你實際上到多久 他已經種很久了 沒有他就才剛開始種 OK 好 然後不然就是表演展覽場 像富邦的 他還有租金 他這個養地還有租金收入的 對不對 在信義計畫區A10的這個地 他是出租給那個表演團體 這也是養地的一種方式 一個大的 對不對 還有停車場 原來很多停車場是人家在養地 沒錯 可是其實停車場 他的租金收入不高 那就意思意思 那如果那塊地都放著 什麼都不動也不行 是不是這樣 刺激而 這個我必須講刺激而見 這個我看到 我們不要只看台北 實際上台北是每一塊地都是這樣 其實在中南部 像台中的七七 十幾年前就很多人在那養地了 但他還是要把它活化 他怎麼活化 大部分都 你可以看到很多燈壁輝煌的 但是都是暫時一打就掉的那種 八大行業的那種 類似酒店或者爬進口 你看到非常多 那都是在養地 這很明顯 有一些人的確是有遠見 或許跟鎮商人有一些關係 知道市政規劃的未來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你要怎麼樣做inside 知道內線的 你知道哪邊會真正發展 你就有機會 以台北市來講 實際上只要是建商 他們都知道整個台北土地的稀有 哪一塊地都重要 我台中一個大的建商的老闆 是我很好的朋友 他常常跟我說 建中你有沒有認識 台北有地的 只要講他台北一定標 他在主委是很多都是他的 那我剛好有一個學生是 他自己稱他叫田橋媳婦 我每次問他你有沒有地 他都說要問他公公 但他怕一問 人家就以為他要分彩彩 他都跟我說 這個我不敢亂問 但是實際上他家是有 但是這個地 他們自己知道 已經非常珍貴了 建商搶標 有土地的人 也不給你隨便亂賣 所以每一塊 只要是有遠見的人 會去看好的地方 而整個台北 我覺得都是有將來的 你看像那個汽車旅館的那個 就是旺州建設這個 他預計要放15年 但是在大陸 他是嚴禁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有很多 一般的小老百姓 就覺得非常不爽 因為感覺上好像 建商就在等那一波 他也不去蓋一些平家住宅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他就是放著等那邊增值以後 再大賺一筆 但小老百姓 當然就會覺得很不爽 中國大陸的他的做法是說 你如果說到了這個 就是閒置一年不滿兩年的話 他就會跟你收一個 土地價款20%的土地閒置費 所以就說不能閒置嘛對不對 他一定要做一點什麼嘛 而且他到了兩年 如果你還是不蓋 他就是堅決無償收回 可是這就是共產國家 他根本 他不管你這種自由經濟 他就是打擊你 他們叫做打擊屯地 然後他最近就是 還把很多所謂的帝王 就是那個省份 最貴的那些帝王 如果你不蓋的 他就連帝王都收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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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